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短片 這個短片我想要回答兩個我的學生的問題 一個是小周的問題 他說他的專案裡面WK WebView 載入網頁的時候空白 跟著教學做,結果發現空白的這個問題 有在P-list裡面做設定 可是模擬器還是一樣是空白的 所以他寄了一個他的專案給我 所以我收到了 然後我執行一下,發現可以耶 我什麼都沒改 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執行了這個小周給我的程式啊 這樣子,那是可以的 看,我直接執行一下 這邊的WebView是 沒問題啊,可以 可以上網的,這樣子 所以 程式碼應該是沒問題耶 還是說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沒有辦法開啟這個網頁呢 這個可能就還要再研究 不過目前看起來程式碼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回答小周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 林徐 反正是他提出來的問題 很感謝提問題給我 他說他也一樣 他也是相同問題 WebView在入網頁的時候是空白的 那他也把他的程式碼寄給我了 那我有看了一下喔 是這樣子的,我覺得 這個就 我很想要把它錄起來 是因為我們常常會碰到這個問題 我們自己 就是看線上課程 學習的時候 發現 我程式碼都打得一樣 可是為什麼出不來啊 這樣,比方說這個 這個範例不太一樣 這個範例是一個 我執行一下 這個範例本來是要做一個RSS reader 但是在那個之前 我們先用假的資料來做 這樣 在我的課程裡面 我都會鼓勵同學先用假資料來做 然後再去連結網路 再去連結真的RSS的連結 那像這個 這邊就是用假資料做的一些 就是有三條新聞 那如果點進去的話呢 就會到新的畫面 那這邊就會秀出來相關的網頁 然後他的問題是說 這個網頁沒有秀出來 這樣子 所以這程式碼大概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有三個news 有三個新聞網站 這個不是新聞網站 這是Apple的網站 還有Nike的網站 還有Udemy的網站 好這樣 那如果點擊畫面的時候 點擊這個某一列的時候 就會執行這個 prepare for segue 這個方法 所以做什麼呢 就會用這個destination 找到下一個畫面 然後把目前選到的這個連結呢 傳到下一個畫面 這樣 傳到下一個畫面 如果真的有這個東西的話 就把這個selected row 你選到第幾列啊 把這個列的連結 link 傳到下一個畫面 所以傳到下一個畫面以後 也就是這個畫面 那這邊就收到了這個link 好這樣 所以這邊收到link以後 就會用這個網路的這個 網址呢 去做一個request 然後所以讓我們的webview去顯示 所以這樣就顯示了這個網頁 可是 現在看起來網頁顯示不出來 所以如果你碰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你可能會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 處理debug的問題 就是處理你的錯誤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可能會在這邊 印出一個訊息 比如說 get got link 所以如果真的走到這邊的話 真的走到這邊的話 就代表他收到了這個連結 那再看看這邊是不是有問題 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來執行一下 好 所以你看執行的結果 如果點到某一列的時候 他這邊並沒有列出 你看 在下面的console 並沒有列出 got link 所以代表他根本沒有進到這個地方來 你可以這樣子做 就是在 你覺得他可能會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可以印出一些訊息 像這樣子 所以他並沒有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 第一個畫面並沒有傳東西 到第二個畫面 所以 我們就想說 這邊可能會有錯 就是這個地方 傳 這個link到下一個畫面的這個地方 這樣 可能根本沒有進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在這邊 印出來一個訊息 比方說 嗯 就是 就是 嗯 segred identifier segred identifier ok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一個 identifier的話 就會 傳遲 到下一個畫面 所以我們來執行一下 好 這樣 然後我們就點一下 然後某一列 嘿 你就會發現 也沒有列出 這個 segred identifier ok 就代表他根本 點到的時候 並沒有執行這個裡面的事情 那你還可以怎麼做呢 你還可以在這邊再印出一個訊息 比方說這邊就是 嗯 prepare for segue 這樣 我就像列出一些訊息 我自己就知道 城市走到哪個地方 所以再執行一下 好這樣 所以 如果點到這個first news的話 欸 你會看到 有prepare for segue 代表 他有到這個點子的時候 有點到這邊 可是 沒有 執行到這個裡面 所以 他沒有找到 show info 這個identifier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很合理的懷疑 就是可能在storyboard這個地方 的這個 這邊 忘記設了identifier 所以你看 你點到這邊 這個是 我們的segue 按下這個 嗯 storyboard的某一列 就會執行這個segue 就跑到這個畫面 所以這個segue 這個identifier 就沒有 沒有東西 所以 他找不到 這就不是show info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寫show info 這樣 寫好以後按return 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segue現在就有id了 就有什麼id呢 就有show info這個id 所以 所以 按到某一列 我執行prepare for segway 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id是show info 那就會傳遲到下一個畫面了 那這樣一切都會沒有問題 我們來執行一下 這樣 所以我再點擊某個畫面 比方說 first news 好這樣 就會到這個apple的這個畫面 這樣 這就是我平常如果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是怎麼解決的 那所以我也特別把這個錄成一個短片 希望對大家開發up 所有幫助 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還是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來問我 那我們下個短片再見 我們下個短片